七這個數字 跟人類有很奧妙的一個關係 你看一個禮拜為什麼七天 為什麼八天 為什麼九天 它就七天 以前東西文化沒有交流 沒有交流的時候 西方人就是7 days a week 那個時候東西沒有開過會 沒有交流 西方人七天一個禮拜 中國人呢 中國人告訴你 七天洗一次澡 你是那麼髒 怎麼那麼髒 記住 我們是黃河流浴的人 你住在哪裡 七天洗一次澡 對身體是最好的 洗澡洗太多了 對健康不好 當然這種話在台灣聽不懂 如果有人到英國去留學 我發現去英國讀書的人 跟英國人吵架吵得多就是洗澡吃素太多 英國人大負以為人 對不對 我們有一種寄宿舍嘛 對不對 我們去住在英國人家庭裡面 那英國人問你要幹嘛 我要洗澡啊 英國人說你昨天才洗什麼天你又洗呢 英國人不能接受你每天洗澡 你浪費水資源 你到英國去你發現你根本不需要每天洗澡 不行 所以中國人當時告訴你 七天洗一次澡是一個道理不是沒有道理 那為什麼不八天不是九天 為什麼七天 七這個數字你慢慢去體會 跟人有很密切的關係 人如果修得好的話 要死的前七天他會知道 所以他會跟家裡面的人都講好 我準備走了 這樣這樣叫來 家裡面說不行啊 這個時間做完了 好 再留七天 他再留七天 你要修到最後一切都可以商量了 你就得不行了 那你有時候不知道就死掉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